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说这些药怎么用都写在单子上了 让家里人帮忙看 我看不见 你不拉着我走 打车 报地址 下车之后随机选择一名热心市民 跟他说我眼睛看不见了 让他带我去眼科挂号 可能是 怕你过于担心 一惊一乍地烦到医生吧 走吧 我累了 看我票 他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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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信 撤 他说我 要不信 他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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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夜熬久了 很正常 两天没睡而已 我熬它呢 正好相反 我对这幅画一点灵感也没有 画了两天还是没头绪 怪不得 原来是眼睛出了问题 所以一直抓不准自己想要的颜色 医生说我这种情况一旦出现 很有可能反复发作 严重的话 会永久性失明 你刚刚是不是也上网查了资料 我听见你翻病历的声音了 网上怎么说 请你吃牛排好不好 照顾我不是保镖应进的职责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首先我要类似大理石地面的蓝黑色 用浅蓝色和黑色调在一块 如果颜色深了 就添添白色 然后我要太阳照在湖面的深壁色 大量海蓝 少量深绿和更少量金色 不能 艺术没有精确一说 颜色也是有情绪的 和你一样 开心时眼里是暖色的光 倔强的时候会把拳头捏得通红 这些即便看不见 也可以感觉得到 比如说我猜 你现在一定 是个满脸五颜六色的大花猫 我可不会让着你 认输吗 现在应该不是晚上吧 如果是晚上 你说话的声音不会这么大 如果我将来再也看不见了 就只能通过你来看这个世界了 所以精确的颜色不重要 我选择相信你的眼睛 活还没干完 不要偷懒 下一个 三色紧着深紫色 也许是画它的时候只能看到黑暗 也许是 只要看过了黑暗 就会一直看到黑暗 走吧 一起看看这个世界 在这边的眼睛